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工厂 工厂是东营空谷 东营空谷 交错是东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各位老板下午好 欢迎来到文明环子的直播间 我们工厂主要生产全链细式 半链细式 间歇式 对轮胎 对塑料 对油 米素 比较有加烈的设备 设备的材质可以定制 可以20瓦 可以30瓦 304不细钢 326L 320S不细钢 都可以定制 好 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我们工厂主要是两个生产厂区 总生产面体约4万平 现在我们在的是老的生产车间 这个车间主要是生产面油设备的主板有很多 我们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好 这边是原料区 我们的管材行材 都是在这个区域存放 这边是板材 这边都是板材存放区 以及香料区 稍后我们会先具体的看一下 好 钻床洗床 就是链油设备上基本上需要的90%以上的机家工件 我们就可以自助完成 那这种优势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所用的配件是固定的 我们每一个车床上边的车库的工人也都是固定的 它主要是做的是 比如在链油设备上用的那个拖轮 木轮上的盖板或者有一些盲板都是在这边反应的 专台塑料的烈解设备 这就是燃州行的全包的烈油设备 这是一台15吨的 煤焦油粘烈解设备 是用钢反应火 那我们先看一下 整体的设备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设备的整体体座 也是一个300高的 公子钢底座组成 就是我们的反应火托轮 包括后边的 后端的减速机 这个位置 全部是在一个地座上 都是一体的 所以在设备运停的过程当中 就比较平稳 这四个东风口的作用是 现在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练油的时候冷却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经过改进 雨风的这个地方 我们讲了一个降温的状态 它是晾完油了以后 暗门是冷却的时候 这个地方打开阀门 另外一端呢会有一个出风口 出风口用着液风机 液风机会抽冷的空气进去 然后把泥肠里边热的空气排出来 在这个功能当中进入了换热 然后冷却的时候 一切时间就可以降低百分钟 我们下个月的风口用着 我们下个月的风口用着 我们下个月的风口用着